Hello,大家好,我是渭海老马 要常关注老马的也都知道老马最近拍了很多荣城这边的一个抗养社区 今天老马又是来到荣城市区这边的一个传统的一个养老模式和新型模式的一个养老模式的一个对比 我之前拍过这个像艾连湾这边它小区的环境包括周围的这个空气环境啊 包括有海啊包括小区的绿化啊还有这个它是现房都比较成熟了 今天呢老马给大家拍的是荣城市区这边的一个 之前呢这家是做的是传统养老模式 现在呢它在旁边呢又开了一个这个新的就是新的一个养老模式 就是它把传统的养老模式这些配套啊 像医疗啊啊就是所说的人物是人民医院的康复科 还有这个食堂啊啊业主食堂等等的一些养老配套吧 就挪到了它的一路之隔的这边新模式这边 它想也想就是探索啊 想更新一下自己的一个养老模式 像它这个呢像比如咱们居家的话 可以把咱们就是不愿意下楼吃饭也不用去食堂 可以直接给食堂打电话可以送可以送到咱家里 包括咱们一键呼叫啊医院呃他的医疗这边 可以医生也可以直接到到咱们家里边 包括它这个呢也是七十年产权的 但是它这个房子呢是要二三年的五月份才能交房 呃一般没有太大的平方就是七十一边五八十多的这样的一个户型 呃像周边呢也有这个医疗的一些配套包括批发市场啊也都有 呃最主要呢我想说一下就是它这个呢可能环境对比埃拉湾要差一些 呃他的缺点呢就是环境呃要差 呃优点呢可能是他呢有这个呃有这个医疗这块的一个支撑 呃一会儿呢我给大家再拍拍他的户型 今天呢我暂时的就是给呃临时的给大家拍一拍呃 呃游城市区有这么一个传统和传统养老模式跟这个新的养老模式的一个对比 呃等后期呢我会把他把这个他的项目呢一些配套所有的东西啊我会给大家完善一下 我先带大家去看看他的户型吧 现在咱们来到这是一个八十二瓶两十两床一味的 这是一个入户门 全关进来就是南向的一个客厅餐厅 呃这个厨房啊还比较宽敞啊 他这也是一个全民战互小因为他这也是一个颠户 呃北向的一个小客厅 客厅前面呢带了一个小样台 这边呢是干湿分离的一个卫生间 主卧主卧呢这边是带了一个票窗 像这个房子呢就是说呃像这种居家养老啊呃或者是呃自住啊各方面做的还是啊因为它是一个全民通透的一个户型 员户嘛呃户嘛呃户型的各方面也还是比有不错的 为大家还事一周 好刚才啊从售楼处这边也出来了觉得是他的户型还算可以啊八十多瓶的一个小编户全民通透的一个户型 最主要的像他这个区别于就是说呃 那种他隔壁的一个传统的养老公寓这种呃 呃就是说呃那他的小区后期的很多配套也做得非常完善 包括呃 呃其实这种呢我认为他是挺适合于居家养老的说年龄特别大了居家养老的呃 啊这种模式我感觉呃呃就是说的从静导院呃从养老公寓出来在自己家里边养老是这种模式 呃这期视频呢老马就给大家拍摄到这里等过一段时间等这几天呢我把它呢所有配套这些详细的给大家来介绍介绍啊这期视频给大家拍摄这里下期咱们再见